六月三浮,好热天,京东有个张洁湾,老两口院里正吃饭,来了个苍蝇讨人闲,苍蝇叼走一个范米粒,老头子一怒,追到四川,老婆在家待了仨月,书没烧来,信没传,请了算卦先生算了一算呢,先生说按照卦中看,伤财惹气,赔盘去。 哎,有人说了,这段定场诗跟昨天的不是一样吗?其实不一样,这是刘宝瑞先生啊,总结新编的这个定场诗,也就是说呀,后来刘先生解放以后,在新剧场说这个拔的棍单口相声的时候,他本来没桌子,所以说这有小木头啊,他也没地儿拍去,所以说呢,他就改了,这种定场诗最后不用拍小木头啊,听着也舒服,得了,咱们闲言少叙,书归正文,咱们赶紧呢,接着说着词。 草原之乱,清平准嘎尔之战,上文书咱们说到,这宁夏将军何其,带兵深入草原之后才发现中计了,原来这嘎尔藏多记和巴雅尔,还有那个维吾尔人蒙嘎里克呀,他们原来都是一磨子,早就伤了好了,睁开了口的呀,就等着他这支八七军往里钻呢。 因为啊,带的人太少了,只有一百多索伦兵,所以兵力不支啊,导致全军覆没,幸亏啊,有两名索伦兵啊,是这个何其的亲随,带着何其的顶带花铃作为印信,跑回了伊犁,给这个将军赵慧传递了信息。 这么一来,这赵慧才知道,哎,这北疆啊,一共是四部大汗,有两部都已经返了,不但是蒙古人返了呀,他们还勾着一部分维吾尔人跟着一起造了返,就在这赵慧兵溃伊犁啊,正在想主意的时候,这会儿啊,不好的消息又传来了,阿姆萨纳和这刚刚反叛的两位大汗呢,汇蒙了,他们汇蒙的这个地方啊,叫波尔塔拉, 有人说,这哈斯克韩,阿波赖不是控制了阿姆萨纳不让他私自行动吗?哎,这会儿啊,这阿波赖也看出便宜来了,于是就放出了他的英权,他觉得这阿姆萨纳到草原上啊,去争取利益,那也是他们哈斯克韩国能争取到的利益。 这阿姆萨纳啊,跟这两位大汗,一位呢,就是这个盖勒藏多尔纪,他是这绰罗斯部的大汗,他见着这巴雅尔啊,倒是很亲切,因为这个巴雅尔跟他一样都是灰特部,他们汇蒙的意思很简单,咱们别管呢,以后打败了清军到底谁做这个四部的总汗, 也就是啊,当年准嘎尔韩国这个地方的大头目,咱们现在啊,必须一致对外,什么事啊,必须先赶跑了满洲人再说,这赵惠得到这个气之后啊,觉得完了,怎么呢? 这伊犁城啊,又守不住,虽然呢,都是精兵强将,但是这伊犁城啊,人数太少了,守城呢,只有1500人,随着这草原上啊,种太极大规模的叛乱,各住房点的巴基军呢, 又逐渐的往伊犁跑,哎,加到一起啊,也无非才2000多人,在伊犁这儿啊,暂时还能支持,时间一长了啊,那就是里无粮草,外无援兵,这叛军打进来,打不进来是一回事啊,困也困死了,所以说这赵惠决定啊,必须得突围,那往哪儿突围啊,现在啊,奔乌鲁木齐方向是突围不了了,为什么呢? 这会儿的乌鲁木齐,已然被这叛军占了,上完书,咱不是交代了吗?这叛军打进了乌鲁木齐,还烧在手的,把这个策棱和这个玉宝啊,脑袋给砍了,所以说现在赵惠遇到的最大难题就是啊,还得向这乌鲁木齐,以东的巴里昆撤退,还得想办法绕过乌鲁木齐, 还是那句话啊,谁也别以为啊,这新疆啊,是一马平川的大草原,那中间啊,有山隔着呢,不但如此,这叛军是干嘛的? 这叛军呢,就是想把这赵惠和他带着的两千多人呢,都弄死在这草原上,于是这赵惠只有带领着他这两千人,是望东啊,是边打边退,是边退边打,要说这赵惠也别看原来是文臣,他确实是有大将之才, 从这个伊犁退出来的时候,他首先是啊,把所有伤口都拉走了,这马呀,骑不过来都牵着也都要赶走,然后呢,就是营里的乐特,负责呀,驼服自重,这乐特不够使啊,用马驼是能带多少自重,带多少自重,实际上的主要就是粮食,因为能不能活着打到巴里昆呢,这赵惠心里没底,那即便是有一线生机,到半烙烙上没有粮食吃了,那不也是白搭吗? 还不是眼睁睁的,困死在这草原上,很显然的,赵惠的决定是对的,到后来没有粮食的时候,这些牲畜啊,就成了大军的口粮,赵惠出了伊犁以后啊,很艰难的往巴里昆方向突围,嗨,再难呢,咱们说啊,他也是突围出来了,总算是这两千兵啊,都带走,并且呀,还随军携带了不少的自重粮草, 要说啊,现在赵惠这种状态啊,倒是比较像前方咱们说过的班地和鹤荣安,可是啊,跟这俩人比起来,这赵惠可是个狠人儿,赵惠啊,可不是带领了自己的士兵一味的逃跑,遇到小谷的叛军呢,一口吃掉,遇到这个大规模的叛军部队啊, 那就迂回战术,是绕道而行,这转眼呢,可就到了乾隆二十二年的正月,这赵惠的部队啊,眼看就打到了乌鲁木齐的附近了,说起来,这一冬天这赵惠不容易,哎,从这个伊犁到乌鲁木齐啊,现在算起来也得是一千三四百里,可说呢,现在又是公路,又是高速的,哎,您除了摩托车呀,就是汽车,赶上这天气好啊,眨面的工夫一天您到了,可说呀,您 现在也别遇上恶劣的天气,如果遇到恶劣的天气,这大雪一封山呢,把您堵在这个路上一堵,堵个三五天,那玩似的,哎,我说的可是现在,现在的道路情况,现在的交通环境,那会儿的赵惠可没赶上这个,不但是啊,道路难行,并且前有堵截,后有追兵,眼看着离乌鲁木齐可就不远了,谁急了,嘎勒藏多尔基,这嘎勒藏多尔基, 把自己的军队啊,带到了乌鲁木齐,哎,用这个乌鲁木齐,做了叛军的大本营,这嘎勒藏多尔基,琢磨呢,不能让赵惠再往东走了,再往东,离这乌鲁木齐啊,不下五百里地,可就到了巴里昆了,到了巴里昆之后啊,那儿就是清军的大本营,让这个赵惠逃到这个巴里昆呢,等他再带着大军杀回来,哎,看来这个赵惠可不是一个好惹的人呢, 到时候没有我们好果子吃,于是啊,这嘎勒藏多尔基率领大军开始围剿赵惠,这蒙古人呢,也就仗着自己人多,把这个赵惠也就围堵在了一个叫做特纳格尔的地方,您现在啊,去新疆旅游,到了乌鲁木齐之后啊,就在乌鲁木齐的东北边啊,有一个特纳格尔古城,哎,就差不多是这个地方,到了那儿啊,您还能啊,捎点手的看看那个著名的警官叫做天池, 这会儿赵惠的军中啊,已经没有什么资中了,战马都快杀光了,还别说啊,随军资中了,这大东景天的,战士们身上的装备都不全了,还别说啊,身上的军衣好坎了,就连这个鞋外,有的人都凑不全了,这会儿啊,可是东景天,新疆腹地,那正是冰天雪地的时候,粮食啊,是没有了,这八旗兵啊,只能杀马杀骆的冲击, 等到这个敌军来袭的时候,只能步行迎敌,当时啊,这八旗兵的惨状,在圣武纪上啊,有所介绍,圣武纪上说啊,赵惠,22日,至特纳嘎尔,不能复冲,乃劫营自顾, 这意思是说啊,这会儿赵惠带着这支军队啊,打是打不了了,只能够安营扎寨防守而已,说实话,这会儿啊,不幸中的万幸,什么呢?天降大雪,有人说了这天降大雪算是八旗兵的万幸吗? 当然算了,虽然的这八旗兵啊,军容不整,但是啊,天降大雪,敌人也不方便冲杀,就趁着这个空的机会啊,这赵惠命人突出重围啊,赶紧上巴里坤那去汇报去,到那儿找谁啊? 找那儿的驻军主帅啊,叫做雅尔哈善,这雅尔哈善的那可是正经的皇亲国戚,爱心觉罗的雅尔哈善,这雅尔哈善呢,也正找赵惠呢,无奈是啊,这大雪封山呢,并不知道赵惠具体位置,这下好了,得到赵惠具体位置之后啊,这雅尔哈善呢,就派兵去增援了赵惠,这赵惠一生为将,是这个有清一代有着赫和战功的大将军,这里边啊, 也有老天爷成就他,这赵惠一生啊,多次犯险,不过呢,每次都能够啊,化险为夷,这雅尔哈善派出去的部队啊,还就真找到了赵惠,和这个赵惠的部队合并一处,共同突围,还就真回到了清军的大本营巴里坤,这叛军放跑了赵惠,不要紧呢,这下子算是打开了潘多拉的魔盒,最后也直接导致了这准的二韩国,不但亡了国, 并且灭了种,那这会儿啊,就可能有人有疑问了,说这个爱心觉罗的雅尔哈善,就这么着舒服老实的在这个巴里坤待着吗,他难道就不去寻找这个赵惠吗,首先说呀,他找了,那是乾隆年,既没有GBS,也没有卫星电话, 这新疆大了去了,茫茫草原的上哪找去呀,当然了这赵惠也试图联络他,让他来接应,不过呀,当时的战况就是这样,只能是打一枪换一个地方,赵惠也说不准呢,自个儿下一步能到哪儿落脚,再者其次啊,这雅尔哈善呢,说实在也没闲着, 书中暗表着朝廷的巴其军呢,在这个新疆的杀戮,其实就是从这雅尔哈善开始的,那么说这雅尔哈善他杀了谁了呢,哎,他的杀戮到底是剿匪呀,还是滥杀,咱们明天接着聊